他长年以来有点被宠坏了 因为他说的算 声量很大 可是没有人再去追根就地 或者是说再去反驳他的时候 已经媒体不报道 既然这个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他言谈之间 就已经涉及到 其实是新北市市政的部分 或我们讲市政的部分 其实有的是要中央核定 我们就来讲这个部分 有几个 我住林口 所以会关心林口交流档 第七次流标了 其实您说过去有淡江大桥跟陶基 也速度流标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交通的部分 还有包压系东线 你们又撤回力标回去了 就是说他 因为上次侯市长来这边说 是中央一直辞职不核定 我就想说 当初找四个市长 五大决议 三个市长 三个市长 交通部四方 四方 就是说 那都已经公化 那时候比较难搞的是 柯文子 柯市长 五大决议都落实了 他也叫柯市长卖岔 那为什么中央没核定 就后来回力标设回去 如果 那个还是退回去给 那个新北市在改 那个 一些细节的话 那到底谁卡关 这个都是一个 真值辩 如果没有我参选 那他就不能骂中央 卡在那里 他长年以来 有点被宠坏了 因为他说的算 声量很大 可是没有人再去追根究底 或者是说 再去反驳他的时候 已经媒体不报道 所以 基隆捷运的这个西东线 的这一条 的捷运 其实8月5号 苏院长去视察 为什么没有当场就宣布核定 是因为 他里面还有一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预算 分摊的问题 他说新北市比较多 200多亿 这个也是 他都是在 就是说 他常常说这种 就是说 我去觉得有点 闪到八度边 小动作 事实上你要把基隆捷运 跟西东捷运 一起算成整套 因为你没有 西隆捷运 怎么可以架构出 一条西通线 然后他现在说 基隆捷运 中央出很多 那他几乎没什么出 他不讲 他只讲支线 西通线 因为西通线 主要在新北的 这个境内 他当然会依照 捷运预算的分布 这个都是法定的 他会出的多一点 可是总预算 377亿 中央还是出过半 比较多 过半 然后台北也出了不少 你不能把台北出的 你是新北先电 因为你这个工程 由新北来主导 台北还是要还你 所以我觉得他在讲话里面 特别他在8月5号之后 他又开始说 现在文在交通部 错了 因为那个修正 之后还回到新北市政府 快快 因为我同样的问题 我一套标准 那你怎么不敢 他就装无锅 照理讲 我们是不是中央比他还急 我当交通部长的 如果不急 不可能把他20年没解决问题解决 可是他不会感谢你 你看他现在说 你看20年了 中央赶快把交通部 赶快把这个核定 你会觉得 今天20年没有做这一条 线是你的责任 捷运路线是要 县市政府提案 就像高速公路的杂道 要新设 也是你地方 你提不出来 我出面帮你提 然后大家协调好 你至少 你一开头也感谢一下 现在变成说 这个汐止 这个20几年 都交通都不通 现在通了 你赶快吧 交通不要再挡了 在公文在你那边 这种style 这种说话的方式 就是真功为过 他典型的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 从林口交流到 说跟林家隆有什么关系 事后发现是我出面解决的 然后基隆捷运 文在交通部赶快逼来 我们等了20几年了 发现说 原来公文还在新北市政府 因为你要同意这个 所谓预算的分摊 所以他常常装作 好像我爱做 我好好做事 你们赶快吧 我觉得这种装无辜 他长年以来都得逞 就没办法遇到我 我这个人就是就事论事 我就回来跟他讲清楚